出國的時候把身上的手錶或手機調快或調慢幾個小時 已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去印度或緬甸的話 調整的單位竟然是半小時 看起來令人感到有點混亂的時區 竟然是因為交通事故而出現的 在14世紀的歐洲 許多城鎮的教堂開始出現大行使中 提供城鎮內的居民準確的時間 方便大家的日常作息 當時把太陽在頭頂的時間當作正午 從正午當作基準來計算一天當中的其他時間 然而在工業革命之後 這樣的時間計算卻開始出現了問題 由於每個城鎮的時鐘 都是以太陽經過那個城鎮頭頂的時間來當作基準 不同的城鎮就會有不同的時間 以這張1857年發布的美國主要城鎮時間表 就可以一虧當時的狀況 不過在過去長途移動需求少 主要仰賴步行或馬車來移動的年代 由於速度不快 往來其他城鎮可能需要幾個小時 甚至花上幾天 不同城鎮之間的時間差異 基本上可以忽略 但是火車發明出來之後 更快的速度跟更大的承載量 使得乘客跟貨物開始移轉到火車上 鐵路路網迅速擴張 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 火車在運行時是需要時刻表的 但是不同城鎮有著時間上的差異 到底該以哪個城鎮的時間為準呢? 剛開始的做法其實就是因地制宜 也就是各個地方還是遵照自己的時間 所以火車的司機員每到一個城鎮 就要不斷的去調整手錶或是車上的時間 到了1841年 從倫敦往西到布里斯托的大西部鐵路 完工通車 並且以倫敦時間為準來提供時刻表 至於倫敦以外的城鎮呢 就需要乘客自己計算時間差 比方說瑞丁的民眾要搭車時 就要在時刻表上扣掉4分鐘 才會對得上瑞丁的時間 至於最西側的布里斯托 則要扣掉14分鐘才對得上 想當然這樣的制度 對於乘客來說複雜到爆炸 如果一來一回計算錯誤的話 火車都不知道跑去哪了 而錯過火車可能還只是小問題 在1853年 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 發生了一起火車對撞的事故 造成了14人的死亡 原因就只是兩列火車 參照了不同的時間 以為發車的時候 軌道上不會有其他列車 然而當鐵路公司不斷呼籲 要建立全國統一的時間標準時 卻有許多市政持反對意見 後來有些市政乾脆掛起兩個時鐘 或者是在一個時鐘裡面放上兩個分針 一個用來標示市政內部使用的時間 另外一個則是鐵路用的時間 一直要到1880年 英國本土才全命以倫敦的時間 作為全國統一的時間標準 至於其他國家的部分 法國在1891年統一以巴黎作為標準 德國在1893年以柏林作為標準 至於美國的部分 則是遲遲沒有法律名定統一的時間標準 於是在1884年 時任美國總統的切斯特·亞瑟 召開國際紫武線會議 召集了26個國家41名代表 商議全球統一的時間計算標準 會上最後決議以倫敦格林威治天文台 當作本初紫武線 也就是零度金線的基準 但是有關於時間的部分 雖然有提案建議以本初紫武線作為中心 把全世界切分成24個時區 每個時區相差一小時 卻並沒有通過這個提案 因此各個國家還是維持著不同的時間差 比方說法國就比英國還要早9分21秒 不過往後越來越多國家 落續採用以格林威治時間作為基準的時區制度 稱之為Greenwich Mean Time 減寫成GMT 彼此間的時間差 同意以小時或半小時為單位 之後名稱變更為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 中文翻譯為協調世界時 減寫成UTC 比UTC還要快一個小時的地區 標記成UTC加1 比UTC慢3個小時的地區 標記成UTC-330 至於UTC加減0的所在地 當然也就是英國倫敦了 所以為什麼本初子午線 也就是0度金線 會被決議是以倫敦格林為止天文台 作為基準呢 一個說法是 這樣子180度金線 也就是國際換日線 就會剛好通過太平洋中央 對於日期的切換影響最小 然而如果把本初子午線 定在巴黎、柏林或其他歐洲大城市的話 基本上也會得到同樣的結果 而在1884年的國際子午線會議上 還曾經提議以亞洲跟美洲之間的白領海峽 大西洋中的亞素群島 或者是非洲西側的費羅島 作為本初子午線的基準 以白領海峽或者是亞素群島 作為基準的原因應該不難理解 就是取太平洋或大西洋作為基準 但是費羅島呢 原因是費羅島一直被認定為舊世界的最西端 從西元二世紀開始的地圖 就是以費羅島作為零度金線往東繪製 可以說是一個歷史成分比較重的提案 只不過最後倫敦、雀屏重選 還是跟19世紀的歷史背景有關 當時的英國正處在日伯洛帝國的輝煌年代 全世界有65%的船隻 使用英國出版零度金線定在倫敦的地圖 基於讓海上活動的影響減到最小 本初子午線就這麼統一定在倫敦 可是細看各國時區的話 就會發現本初子午線雖然也有通過法國 但是法國跟英國現在卻差了一個小時 明明在19世紀的時候 巴黎時間跟倫敦時間只差9分21秒而已 難不成是本初子午線被定在了世仇英國 導致法國拒絕使用跟英國同樣的時區嗎 把時間倒轉回1911年 當時的法國決定廢除掉巴黎時間 採用跟英國同步的格林威治時間 接下來20多年的時間 法國跟英國的時區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德國在1940年攻入西歐 迅速佔領法國本土將近一半的領土 並且將佔領區的時區調整成跟德國一致 也就是比格林威治時間快一個小時的中歐時間 結果到了隔年 非德國佔領區的維奇法國 為了讓火車時刻表能夠統一 跟著把時區調整到跟德國一致 這項措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身為同盟國的法國成為戰勝的一方 也並沒有調整回來 而包含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等等理論上 會跟英國同樣時區的國家 都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直到現在都還是採用跟德國同樣的中歐時間 所以說歷史跟政治 還是影響時區選擇的重要因素 最有名的案例 就是理論上橫跨了五個時區的中國 為了方便管理 全國統一使用首都北京所在地的時區 使得國土最稀澈的新疆 可能早上九點太陽才會升起 晚上九點才會日落 甚至還會有半夜舉行考試的情況 而另外一個全國統一時區的大國印度 則因為國土剛好跨越了UTC加5 跟UTC加6兩個自然時區 所以就乾脆把國內時間定成UTC加530 形成了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 都差至少半小時的情況 至於隔壁的尼泊爾更特別 為了讓時間更符合在地的狀況 使用的是UTC加545 跟其他國家的時間差 就會是幾個小時 又15分鐘或45分鐘 下次出國要調整手錶 或手機上的時間時 別忘記正是因為交通上的需求 才有了現在的時間制度喔 而是可以接受到達密約束的東西 這位主要是5分鐘 甚至加6分鐘 也有Ve在地的狀況 而是 shout-YOUC加6